嗨 观众们 我觉得在1819年我刚入行那一会儿 这个国产车主打就是一个性价比 可能十多万的车子那种配置都是给你拉满 什么座椅通风 中控大屏 三六里影像 都是琳琅满目 但是那个时候的车呢 机械素质往往就是不太过关 就是开起来做起来的感觉都不是特别好 然后这几年呢 这个情况大有改变 国产车的机械素质都提升了 特别是现在搞新能源弯道超车嘛 像绕开了这个发动机变速箱这两大难题之后呢 只要专攻好底盘就很容易做出一台 驾驶感受还不错的车子 但是呢 像现在一些卖的比较火的这些品牌啊 他们的这个开架呢也是毫不手软 前两天我有个朋友跟我说 他要买一台纯电车 他考虑的是蔚蓝 但是像现在蔚蓝最入门的ET5 起售价就是30万左右 然后你想买再大一点的 比如说ET7 这个价格就是42.8万 然后再加上乱七八糟的一些选配 这个钱包呢压力是有点大的 那么有没有一台车 就是它的配置是像以前一样拉满 然后机械素质呢与时俱进 但是呢 价格仍然是比较克制的呢 我觉得我身边的这台 现在目前比较受到忽视的这个蓝图追光啊 是可以申请一站了 32.29万的价格呢 最标的却是BBA的像五六亿 或者蔚来ET7这样的产品 然后呢前后的双电机 配置也是拉满了 四张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 以及机械方面 它现在的四条这个CDC的空气悬挂 都是限时赠送的 这个诚意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爆炸了 但是它呢跟我刚刚说的那个早期的国产车的套路不一样 它不是单纯靠这个拉满配置 来打动客户的 它的这个机械素质 因为我之前就开过它 我觉得它的机械素质 它的驾驶感受 它的乘坐感受 其实是可以完全可以作为它的一大亮点 来说的 我们先按照惯例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啊 我刚刚说了 这台车呢 它比较容易受到忽视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马路上它的能见度不是特别高 我个人感觉啊 可能它的外观是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呢 这台蓝图追光的外观上面 能说的点还是挺多的 它采用的是一个所谓的什么 天地昆棚的这么一个理念 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蓝图logo本身就是什么 昆棚展示的一个概念 然后车身上呢 比如说发动机关上面的金线 也是跟这个标示呼应的 其实它小心时还挺多的 包括它的车尾 它的尾灯也有这样的一些考量 但是呢大家观察一下 现在卖的比较好的那些新势力的车型啊 走的大多数都是这个极简的风格 那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 它的这种风格 没能打动现在主流的这个消费群体啊 但是我觉得外观呢 还是一个比较见仁见智的事情 我都看到网上有些朋友呢 说他还是比较喜欢这种 比较有内涵的这种设计语言的 我不知道镜头前大家是怎么想的 好看到这个尾灯呢 它就是我刚刚说的 这个也有这个什么昆棚展示的 这个寓意在里面 跟它的前面的logo是相呼应的 而这个尾一呢 就是我网上看到有很多网友说 他觉得这个尾一很帅啊 那这台试驾车 它是手动把它固定在了一个开启的位置 哪怕你不开 每次你解锁的时候 它都会开那么一下 来彰显一下自己的存在感 那它的车尾呢 有一个小小槽点 就是它没有一个物理的尾箱开启按键 必须在车内 或者通过这个钥匙长按的开启 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个空间还是挺深的 所以它的实用性方面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坐到车里面去看看 它内部的一些这种我觉得非常强劲的这种配置优势 好坐到这台车的车内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座姿啊 其实它的座椅还是很舒服的 并且它的头枕呢 是有这个航空头枕 可以这样把你的头夹住的 但是它的座姿呢 还是有一点点小高啊 有办法 存电车型我感觉这是个通病 视野的话还可以 然后坐进车舱呢 最显眼的肯定是前面的这一个巨木大连屏啊 它现在是升级了最新的825芯片 所以说用起来你看还是比较流畅的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可以吐槽的地方了 然后呢 你还可以通过这个语音 控制它车里面绝大部分的一些功能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屏幕 是专门用来控制一些常用功能的 比方说空调座椅等等 然后座椅的菜单下面可以看到 它的加热通风按摩 前排的两张座椅都可以控制 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意见啊 就是其实这个屏幕的面积是挺大的 就是这个座椅呢 它完全可以左边控制主驾驶 右边控制副驾驶 它现在这里必须要在左边这个地方进行切换 然后在下面的菜单进行控制 我觉得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繁琐 也容易误错 然后这边是一个50瓦的快充 带有空调的散热 接下来是这个旋转的挡霸 这个水晶挡霸呢 它的视觉效果看起来是比较好看的啊 但是呢 它有个小小的槽点 就是它的左右啊 是没有线位的 就是你可以一直这样转下去 包括右边也是 那么这样有个问题就是 每次我调挡的时候 我可能需要 还是需要通过眼睛 看一下这两边 来确认我有没有进到我想要挡啊 这点我觉得是可以稍微改进一下的 然后有一点啊 我是看到了这个蓝图 这个更新之神速啊 就是它的这个车窗的按键啊 我觉得上次我在拍这个车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车窗用的是一个触控式的按键 我最烦这种触控式的按键 真的控制不好这个车窗的升降 但现在它已经升级为了这种啊 波感非常棒啊 这点好评 然后呢我们就看一下 它后排的一个空间表现 来来坐到后排啊 可以看到这个腿部空间啊 真的是非常的宽裕 前面这个差不多应该是一个 可能一米八不到的一个的坐姿啊 三米长的轴距可以提供的 腿部空间还是挺大的 然后这次比较好评的呢 是它的头部空间啊 虽然可以看到现在有点少到了 但是作为一个纯电的轿车来讲 我觉得这个表现 其实已经是非常的优秀了 而且我的身高是一米八十八 给大家来参考一下 然后这边呢有个巨型的扶手 整的还是挺舒服的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控制屏幕啊 可以控制它这个天窗的 遮阳帘的开启和关闭 这个车呢 它是配有一个物理遮阳帘的 虽然说巨型的天幕看起来很爽啊 但是没有遮阳帘的话 夏天容易烫发啊 这样子的话 头部空间会更大一些 而且开阳感什么的 各方面也无可挑剔 同样这边是可以控制它的空调 和这个两张座椅的一个通风的加热 然后呢 它的右后方的这个老板座椅啊 它是带有一个一键舒坦功能的 就是在这里你点完之后呢 前面的座椅就会往前移 然后我的靠背会放倒啊 它的靠背有一定角度的这个调整的空间 然后呢 它的腿脱会伸起来啊 当然以我的身高来讲啊 可能这个腿脱稍微有一点点短啊 但是如果你身高不超过1米8的话 其实坐在后面还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是 它的这个USB的两个口子啊 是在藏在这个扶手箱的储物空间里面的 那相比于常规的开在这边呢 因为这个座椅是可以躺的嘛 那你在玩手机的时候 现在从这里出来肯定会方便一点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这个车如果你坐五个人的话 中间如果再坐一个 那就是大家都不要充电啊 这是我觉得它的一个小小的槽点 好了 看完这个车 基本上静态的一些内容之后呢 接下来就把这个车开起来 来讲一讲 我觉得它的另一大亮点 就是它的驾驶体验 好 动态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秀一下它的语音控制 主驾请说 打开座椅压膜 把空调开到24度 然后导航到精品购物中心 打开主驾座椅按摩了 前方请选择第几个 第一个 请所有成员系好安全带 已为您规划路线 开始导航 是否开始导航 开始导航 好的 你要去哪儿 这不好吧 这让我有点丢人了哈 但是它还是开始了 前两天我正好在试驾 我当时就是很怀念自主品牌的语音控制 自主品牌的语音控制 真的是非常的强力 难度追光现在只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标准续航版 一个是长续航版本 我这个就是入门的一个标准续航版 它的续航里程 CLTG是580公里 我觉得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水平 但是我依然会更推荐大家去选择 这个32.29万的标准续航版 我觉得它的性价比是更高的 反正官方是送你那么多电量 就大不了充电勤快一点 驾驶感受方面 我刚刚是铺垫了半天了 就是它整体的感觉 其实是非常成熟的一种调教 首先它的油门的踏板 相对来说是比较线性的 就不像有一些电门如果调得不太好的话 轻轻一点的车子就往外串的那种感觉 然后刹车也是我觉得总体来讲 它的驾驶性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动力部分 它全系都是一个双电机的配置 功率是做到了375千瓦 其实当你把它调节到运动模式的时候 一脚电门下去它的加速体验还是比较强劲的 然后底盘方面 这个车它的前旋挂是一个双叉臂的这么一套结构 这个结构天生就是比较高贵的 然后再加上它现在限时振充的这四条空气悬挂 它车身是可以升高降低的 那么不管是在舒适还是在运动模式下面 它是可以比较好的去兼顾你的一个支撑和一个舒适性的 我觉得这个车整体它开起来的调性 它不是那种像特斯拉那种非常极致的去追求运动性的一个车型 它主权率它还是偏向于舒适的 但是在你激烈驾驶它的时候 它不会是那种非常笨重非常拖沓的那种感觉 就你当然不能把它作为一台什么刷圈的 或者是跑山的一台性能车来看待 但是在日常的驾驶过程中 哪怕你稍微的操作的激烈一点 它是可以满足你的那些驾驶方面的需求的 那这个底盘呢 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猜测的 因为蓝图它是隶属于东风集团的 东风集团大家都知道 它这个法系车跟它们是一起合资的 那法系车底盘呢 一直又是众人吹捧的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 那么这台车它有可能是借鉴了一些前辈们的技术 另外就是它的车身的强度真的是非常的高 它的车身上面强度最高的地方是做到了2000Mbps 那车身强度高不仅仅是可以带来一个被动的安全性 虽然说车身强度和车身刚性不是完全挂钩的 但是一般来讲强度大的车身它的刚性都不会太差 那么刚性一旦上升之后 在过弯的时候车身的变形率会减小 那样的话你四轮的这种抓地力 时刻都可以保持在最高的状态 所以说也可以给它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操控 最后就是我个人比较主观的一个感觉 就是这台车它作为一个中大型的一台车 但是它的宽度我记得是在1米9左右 它没有达到像自己27或者极客000那样2米的车宽 所以说像今天我从行车地开到京安市这段城市道路上面 基本上不会觉得这台车有很多束手束脚的感觉 开起来还是比较轻松惬意的 然后后排的空间也很大 承转也非常的舒服 差不多这就是我对这台车动态的一些信息 好最后来小小的总结一下我身边的这台蓝图追光 我觉得这台车反正它两大卖点 一个就是它的超高的一个性价比 它现在是有一个7.2万元选装包的一个赠送的 像我们看到它四张座椅的加热通风按摩 以及它Dynamic的面料 还有它几皮用的车顶 包括它的四条CDC的空气悬挂 现在都是限时赠送的 除此之外它现在还有每年2400度电的这样一个赠送 你买了这台车 只要是国家电网以及它合作的充电桩 现在市面上80%的充电桩 基本上它去充电 都是有2400度的一个免费的额度的 它的第二张外点就是它的这个驾驶体验 不管是它的这个体盘的这种质感 还是它的这种转向 就开起来的这种感受 整体来讲我觉得是比较的 比较成熟比较完整的 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在意性价比 然后同时也比较在意这种驾驶感受 乘坐感受的话 我觉得这台蓝图追光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好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之后再见吧 拜拜